新的一周又快过完了 《斗罗大陆》作为更新的五年的作品 虽然上个周的完结篇做的是真垃圾 实锤的恋爱大陆的推名 然而这个周我们都在期待 《斗罗2爵士堂门》的播出 主要是看了《斗罗2》的结构 终于没有那么多无聊的剧情 和各种各样的男女例外了 官方也是想牵着这部热度 直接在这个周六接挡《斗罗2》的播出 然而我是真真没想到 播放时间已经确定了 现在就差十几个小时了 官方却说《斗罗2》不播了 这瞬间引起了网友的谩骂和吐槽 只能在《国曼》里面 也就《斗破三剑》《梅多莎》剧情 引起了最大的一次震动 而这次想必不会低于 《梅多莎》剧情的三剑 原来就在下午时候 《斗罗》官方发布了消息 说《斗罗之双神战双神》的完整版 将会在6月17号重新上线 而《斗罗2》的播出 依次往后顺延 延长到6月24日周六播出 看到这个消息 不少同学甚至觉得还挺好 因为在上周《斗罗1》结束之时 《斗罗》团队就说了 会有一个120分钟的无删减版本 会放到最后 里面可能涉及到删减的唐号 九环其量的剧情 还有更精彩的《BB东》和《唐三》大战的剧情 这个会不会是未删减版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在公告中还特别说明 是90分钟的版本 也就是261集到263集的剧情 剪辑到了一起 正片总共刚好90分钟 真想骂人的 玄机是真不知道这个大战局 做的到底有多差吗 还是觉得粉丝 就是能接受就接受 不能接受就不要去看呗 反正都熬完了 结果你倒好 觉得一次还不够恶心 还把做的差了 全都放过来 再剪到一起 再放一遍 你还想把《斗罗2》的人 再耍一遍吗 我不懂这是什么操作 炒冷饭收割流量 有这么用的吗 你就算是120分钟的剪辑版 都能说得过去 可是你明确的说 是90分钟版本呢 我觉得这个欺骗的感觉 就不下于 《斗破41级》的预告片了 《斗破》那个算是无奈之军 可能最后播出时刻 被投诉举报了 毕竟属于有低俗的剪辑 那你这个 纯纯就是耍观众玩呗 玄机醒醒吧 一而再 再而三的消耗粉丝热情 最终会被反噬的